來 大家坐吧 各位, 本來應該等馬先生從英國回來 才正式召開這個會 跟大家談談這件事 但我希望在馬先生回來之前 得到一致的共識 前幾天, 溫先生跟我說過一個項目 我覺得他這個提議 對我們HRG未來的發展很有利 溫先生, 將你的想法跟大家說說 各位, 雖然有一個公司時間不太久 但一直都很了解公司裡面的運作 HRG從原本五本書 到最近縮度只剩下四本 其實已經很明顯會影響了 公司的市場佔游率 無可否認, Mose是公司最大的資產 將大部分的資源投放到他身上 是很應該的 但反過來想 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大家覺得這樣做生意的手法 有沒有問題呢? 其實以我所知 本地有幾間大紀暴業集團 都打算將資源投放在不同的刊物 開拓新的市場 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更加不可以瞞過人 所以我在這裡跟大家提議 將停刊四年的Mose Girl 重新復刊 公司很明顯是想趁我們現在兵荒馬 連抽我們的後腳 然後令Mose Girl覆沒 到時他就可以順理成章 跟我們Mose分支圓分人手 AM部門由他決定 到時他還可以在廣告分配上下其手 谷大Mose Girl的營業額 壓低我們 朗, 需不需要找馬先生談談? 主席到最後才有表決權 如果挺勻, 能夠在董事局 找到超過一半董事支持 就算馬主席支持我也沒用 可以在這件事上投票的 除了九個董事 就是慈偉文和朗里 就是說, 他們至少要有六票 Man是故意來通知我這件事 我覺得他不會把自己的票拿出來 沒我, 沒Man 你們覺得多雲穩 就有沒有機會得到六票? 你現在在說這本書 在四年前, 我們董事局已經一致通過停刊 因為他一直沒有營業 現在你憑什麼要我們相信你 在復刊之後可以幫我們賺錢? 在你們手上那份資料的頭兩頁 是八家品牌商對我們的書面承諾 只要Mozco一復刊 他們願意在一年之內 投放一定數碼的廣告費 在我們這本書上 司徒Sir, 以前Mozco賺不到錢 是因為當時AM的部門做得不夠好 但是今時不同往日 這本書還沒出世 已經幫公司賺錢了 開一本新書 抵不花的錢不說得笑 你有沒有計算那條數? 大家可以看看文件的第五頁 我打算將公司的人手和資源重新分配 只要Mozco裡面有三分一的屬手員工撥過來 再加上DT和我們AM兩個部門 都願意同時期著兩本書一起做 這樣其實Mozco的營運費 只是其他書的一本 你認為新書的總編誰做好呢? DT的Ivy是Mozco的創刊總編 既然本書已復刊 她很應該要坐這個位置 而她們也答應了我 她可以同時兼顧DT這個部門 不過另外有一個帖文的人選 我希望可以得到各位董事的認同 你在說哪一個職位? 就是Mozco的出版人 我很有信心, 我可以兼任 九個董事, 你們覺得有多少個會站在我那邊 有多少個會站在紀魂敏那邊? 司徒、YC、Peter Zhang 他們三個一向都是保守派 從頭到尾他們都不贊成公司 會投放更多的資源來發展 他們一定不會贊成再扔錢進去本書 我收到一封 Charles Lee想把所有資金投放到新加坡那邊 他已經跟馬先生在商量賣錢的事 我想他現在會選擇一動不如一靜 Martin, 你覺得呢? 如果那四票打風打不掉 只要Amand不轉軚 Wincy根本就不可能夠票 復刊這件事, 無論如何都不會過 董事局 你真的覺得這麼十拿九穩? 票在他們手上 不到最後那幾天都會有變數 你擔心Amand 慈偉文分人, 我太清楚了 有好處的話 你要他叫你做爸爸, 他也行 所以這個人是最有機會會有變數 你不用管我 我自己想清楚這件事 我自己會走的, 你先走吧 你在這裡坐了兩個多小時 是想不到的 坐到明天都想不到的 聽我說, 認識了那個大小子 每個人的大腦都有一個按鈕 就在雲珍這裡 按一按它, 就什麼都忘記了 馬上認識的 來, 試試吧 你別玩了, 我現在沒心情跟你玩了 我不是玩的, 我認真的 我以前在演出之前一定認識大小子 是, 做兄弟的怎麼會騙你呢 快點, 試試吧 那那鍵是左邊還是右邊? 一起都行 這樣? 是 對, 聶碟, 是不是什麼煩惱都忘記了 是呀, 我簡直就好像失憶一樣 什麼都忘記了 那我還要記得明天要上班 替你收拾一篇定告他嗎? 當然要, 沒你在這裡幫我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搞 最多幫我撐兩三棋樹 我臨走之前請你吃一頓好的 那你只是多做幾棋樹嗎? 多做兩個月, 我就洗低期滿 可以做摩托 好, 這兩三棋樹 就是我犯過幫林別抽波之族 你不要媽媽夫婦幫我搞定就算了 你走了, 那我怎麼辦? 你覺得他們會調我去Ada的組 還是在Zoe的組? 痛啊 認識大小子, 什麼不開心的都忘記 總之做兄弟的答應你 你一句說話, 我穿裙子也幫你拍照 我自己認識, 我不想想到你穿裙子的樣子 我穿裙子肯幫你拍照, 那期沒有審定大賣 你出去, 也不知道有沒有之前那麼紅 比你還要大紅大紫紅的炸紫雞 怎麼樣?有結果沒有? 五對四 計算我, 只有五個贊成, 四個反對 就是說, 我們還欠一票才夠數 怎麼會這樣? 我不是給他們看數據 Morst Girl和房行一定會賺錢的 那又怎麼樣? 知道他們幾個只知道吃老闆 一聽到就要拿錢出來開新書 每個人都掌握了個荷包, 耍手零頭 剛才我說得口水都很寬 徐先生, 不可以那麼容易放棄 我們只要多一個人頭 整件事就整個了 相信我吧, 說也沒用 剛才我叫他們多留下五分鐘 他們也不肯 YC還說, 如果真的開本新書 這件事都應該交給葉朗作主 你們做AM的, 憑什麼插手編輯的事 Winster, 我要做的事我全部都做了 現在外面就有兩張票 葉朗那張你想也不用想 另外那張, 我想你有辦法拿到手 你放心 我已經會跟Aman聊一下 她一定會站在我們那邊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快點按下這個鈴鐺訂閱 就不會錯過TVB精彩節目的片段